視覺化參專案 所以應一個單位的邀請 我們現在會去G&E相關的專案 會在高雄還有香港展出 那所以我們過去有一些人在討論說 因為大部分我們做的東西 其實都是在網路上可以看到的嘛 那我們要怎麼樣發揮 讓效益讓大家來實體展的時候 他們既可以知道 比如說現在資訊可以跟社會 做到什麼樣交往的藝術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就是也希望可以帶給大家新的體驗 所以除了比如說 只是在那邊放一個螢幕跟投影機之外 或許有一些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有沒有一些實體的展出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有跟就是在台北的OpenLab合作 希望他們可以幫助我們一些 那現在實際上有幾個 我們有做比方說幾個嘗試 是說我們本來有一個 我本來有一個就是49哈士官 發電成本直降機有一個49哈士官 電力效率當然是跟錢有關 我們有試著把一塊錢一塊錢堆疊起來 做成一個就是展示 可是後來發現這個東西太小了 然後其他比如說中央政府預算 PM2.5 然後政績現金 我們都有在討論說怎麼樣實體的 就是讓大家實體上參展的這些人會有感覺 不管是在香港或在台灣 拋出一個就是過程中我們也有的想法 讓大家有個概念 所以比方說其中一個中央政府預算的想法是說 我們也有不同的氣球 然後氣球的大小就表示 比如說政府預算的大小 讓它可以擺動 那還有一個就是在討論是說 就是所以效率的圖它是有好幾條線的 然後我們也有在討論要用就是比如說一個機械手軸 然後它可能會有十個機械軸這樣子 所以你每次到一個就是產業的時候 那個機械軸就會自動調整 讓它成一個線圖 你這個可以用在效率啊 可以用在政府的預算等等 然後另外比如說 就只是給大家一個想法 就是像是我們也有討論到 比如說PM2.5的想法是說 比如說PM2.5這邊有黃色啊 有綠色啊 然後有紅色啊 然後其實你看這個紅色 你感覺起來很嚴重 可是其實你看這個 你從網路上看 你沒有辦法知道到底有多嚴重 所以其中一個想法是 我們可能在現場可以點個煙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模擬一下 比如說這個塑膠袋裡面有 PM2.5是300的那個單位的空氣品質 你可以呼一口氣 哈哈哈哈 這個想法就是怎麼樣 哈哈哈哈 這這 我只是拋出來 這不是就是我們去教的時候 只是拋出來說 我們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就是一切都還在加速進行中 所以想要 你們對 比如說 尤其是展覽方面 有任何經驗 興趣的話 都非常歡迎 就是找 就是在這HIPAC上留言 然後主要的幾個 看住 WIPA Kobi 還有Y 都在現場 然後就可以找我們 就是聊聊 然後多過一些想法 所以大家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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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ll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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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